浩宇 干什么呢 拿出来吧 你什么你 姐快坐 好 浩宇呢 浩宇在下班路上了 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 姐 咱们都多久没见了 姐夫怎么不跟你一起来啊 你姐夫啊 她在村里干农活呢 借我上来给你们添麻烦呢 我这次来就是想过来看看你们 这是我自己种的菜 拿出来给你们尝尝 姐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呀 那我先去做饭了啊 好 姐 你怎么来了 好 浩宇啊 这是之前借的五万块钱 浩宇 干什么呢 拿出来吧 老婆 老婆 我 你什么你 楊梁 是我借钱的时候 让浩宇不告诉你的 姐 别为她说话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是吧啊 还敢背着我藏四万钱了 老婆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 我都知道 去年 姐夫家人生病了 需要一笔治疗费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就你还能瞒得住我呀 我 你这事不是好你的错 你要怪就怪我吧 姐 我是要怪你 但我不是怪你借钱 我是怪你们两个 要一起瞒着我 家人遇上困难了 就应该一起解决 你们两个这样 显得我多抠门 多不懂事呀 师姐误会你了 师姐误会你了 你们要怨解啊 那这是 我知道 这两年地理收成不好 这钱 一定是你跟姐夫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 全都给我们了 你们吃什么呀 再说了 反正这钱 也是有人背着我藏着私房钱 不急用 先给你跟姐夫也行 楊梁 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忙了 姐 要说帮忙 也是你跟姐夫 给我们帮助最大 公公婆婆走得早 浩宇从小 就是你们看着长大的 供她读书 还给她买婚房 是她最亲的人 自然也是我最亲的人 这钱啊 这钱啊 你就收下吧 这样 就收着吧 不得更好 雪儿 来啊 母亲 不要再来 之前女儿 有病的 你们有病的 还不得更大 用不不开舍 那我们去做了 大家好,我是梁梁,乡村小剧场是一部专注情感正能量的迷你剧,喜欢我们记得关注哦!